巴 马 黄 炬 奥特曼变矮了 黑暗扎吉见您了 他在中文大肆破坏 哈哈哈哈 奥特曼快出来吧 罗索奥特曼和布鲁奥特曼来了 住手 黑暗扎吉 哈哈 终于来了吗 三人展开了混战 该结束了 只见黑暗扎吉拿出一颗宝石 时间之时将时间逆转吧 宝石发出强烈的光芒 不好 奥特曼变矮了 罗索和布鲁仍然冲上去阻止黑暗扎吉 黑暗扎吉手一挥便把他们击倒了 哼 你们现在对我来说不过是三岁小孩的力量 我要让你们看着地球毁灭 哈哈哈哈 接着黑暗扎吉消失了 怎么办 我们现在根本就打不过他 应该是他手上宝石的力量 把我们变成小孩的 我们要找到他 抢到宝石才行 黑暗扎吉正在准备时空炸弹 终于完成了 先休息会吧 说完就睡着了 罗索和布鲁来了 宝石就在他胸前 我们快把宝石抢过来吧 他们慢慢靠近 将宝石抢了过来 不好 扎吉被惊醒了 黑暗扎吉 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样 罗索和布鲁用宝石将自己恢复了原样 快把宝石还我 不过无所谓的 时空炸弹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得到宝石也无法取消爆炸 这时迪迦奥特曼登场呢 罗索布鲁 赶快把宝石送往关之国保管 这里我来对付 是 是 黑暗扎吉 你的阴谋破碎了 别想破坏地球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两人打斗起来 最终 空暗扎吉输了 地球就快毁灭了 我先撤了 说完就消失了 不好 时空炸弹 狄家赶紧将时空炸弹运往太空 扔进黑洞 黑洞强大的力量将时空炸弹摧毁了 奥特曼再次拯救了地球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就订阅我吧 咱们 不过来 咱们